其實說真的對我來說 第一個我是一個不會暈船的人 所以我常常被人家他們就反正就是會 反正就是反正在那邊講說你沒有那個神經 所以基本上我完全不知道暈船是什麼感覺 所以很多人暈船暈得很痛苦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樣的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可能這個對我來說已經就克服了一個 最重要的 因為你常常看到 我們甚至有請書人出去還是會暈船 暈船然後講一講然後去吐 吐完之後回來講 尤其是知道像你們自己拍照知道 就是你們看著那個小窗戶 然後如果又是遠距離的話就會更容易暈 所以當然其實說真的 我拍久了還是會不舒服 就是你會覺得有一點沒有到暈的程度 但是你看你集中注意在那個小視窗 在關緊床久了之後是會不舒服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還好 那所以說其實真的 困難的東西的話 其實我自己我覺得不會用困難 就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因為你很喜歡 當你很喜歡一個事情的時候 就算他別人看起來 就像常常很多人看我做這些事情 他會覺得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你怎麼做那麼辛苦 但是其實我自己都一點都不會覺得很辛苦 那只是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是沒有錯的 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待在海上 然後就像我們那時候拍紀錄片 我們大概早上 像我們有時候 我們通常出去拍東西會用兩種船 一種就是像你們明天搭的船 跟著賞金船出去 那有時候我們會另外 比較特別的我們會有租所謂的調查船 或者是拍攝船 對 那像我們那時候租調查船 大概早上六點五點多就出去了 然後 然後 一整天 然後可能到晚上大概四五點下 我四五點下回來 然後就在 你也知道夏天的太陽 熱得半時 但 然後人家也說 很辛苦 但是你就覺得很好玩 你就覺得很好玩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說 困難嗎 好像 也許吧 但是是樂在其中的事情 對 那我自己其實就像剛剛提到 我自己並不是真的 常常在潛水的人 那雖然我大學就考了潛水執照 那 但是我不會像那些專業的一天到晚在水裡面 那 我會下課只是因為真的就是想要在水下拍金船 那 你真的 開始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覺其實水下金船 它有一些它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 譬如說 它 基本上 它不能悲起瓶 它是要用 要嘛是飄在水面上浮潛 要嘛就是要 到一定的深度去拍 你就是用所謂的 自由潛水 或者是徒手潛水 就是所謂的Free Diving 就是一口氣下去 拍完 再上來 呃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呃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學會潛水 但是 你們可能看那個影片之後 你們敷那個潛水之後 會有氣泡 爆爆堵 對 那個氣泡對精臀來說 它可能會是一種 干擾 甚至會有恫嚇 因為 對 因為像 我們自己常常 呃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比如說像大刺精 它 呃 補濕的時候會用泡泡網 會有bubble net 它會用泡泡網在底下給予 對 那 像我們後來自己下水精 有一些下水跟 鯨魚在 大刺精在水下的經驗 其實 有時候我們會碰到 如果那個大刺精 對你 提摸機不是太好 或者對你有一些下水有些動客 它其實會跑到你下面 然後吐泡泡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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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對 所以那個泡泡其實對他們來說 它其實是有點恐嚇的意味 意味在 所以 你當然不希望你背著氣泡在那邊吐泡泡 然後被他誤以為是 是有威脅性的存在 所以 所以現在基本上 世界上拍鯨豚的主流方式 基本上就是用 用 用 用Free Diving的方式來拍 對 所以 那 當然好處是你不用帶什麼錢 就是那種 太多的那種 看那種背心的那種技術裝備 但是 基本上你就是 真的就是靠 那個就是回到每一個人的功力如何 你就是能夠在水底下待多久 那 說真的我也不是很厲害 說真的我在水底下 我的 不論我下潛的距離 下潛的深度或者待的時間 也沒有說真的很長 你真的像我第一次去 去國外 你跟那種專業的攝影師出去 你才發現 噗 原來人家是這樣子工作 你就是傻眼 就像 我第一天下水 你一下水 一踢出去 噗 你踢出去 等到你看到 鯨魚的樣子的時候 人家已經 在下面拍完要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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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工作 你就知道那個那個那個 所以 所以 呃到 等到你開始做這個你就知道 它其實它有一些需要去 去 去磨練的技巧 那你要先具有這些 先具備這些技巧之後 你才能夠談到去拍東西這一步 你要 要不然你根本之前 連看都看不到它 你要先 有足夠的速度 足夠的體力 接近到它的旁邊 因為你知道 當然你每天碰到的群體 不太一樣 有時候你碰到的群體 很穩定 它可能會固定留在那邊 但是有大部分的狀況 就像我們在野外 你遭遇很多的動物 大部分的狀況是比較 大部分的動物相對來說 是比較 警戒的 所以可能你到一定的距離之內 它可能就 很迅速的就 就 就離開就下潛了 而且 水生動物基本上 像我們自己 陸生動物 除非鳥類 一般我們自己很習慣的是 2D活動的空間 但是 水生生物基本上 它們是3D的概念 非常 所以 它們一下潛你根本 你不用想 不可能去追得到它們 所以 你要先有一些 基本的技巧 不論是 潛水 就是所謂的freed diving 或者是你要有足夠的 體力跟速度去追到它 當然你不可能一直追著它 但是就是靠近到它 那一段距離 你才能夠拍到的照片 對 那 然後接下來才會進入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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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到拍攝 那 所以說其實 說真的要下水拍攝 你需要準備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 相對於潛水來說 相對於潛水來說 其實還好 因為 你當然比如像我們常出國 你就是 你需要 當然 你需要比如說 你需要挖斜 就是跟你膚淺的裝備 差不多 面積、呼吸管、挖斜 然後 當然是你的相機 你的相機要放在 那個 防水的 就是那種 水下攝影用的 Underwater的Housing裡面 對 那 其實全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些 那 那就像 呃 之前在台灣 也是很習慣 就是反正你這些東西 很快抓一抓 可能馬上就出去了 因為也是隨時都有通知說 搞不好早上突然就通知 所以我將軍都來 就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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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